江华县富康八市在天生立军 在地企业林金生先生 林阳赛华女士的家属 以及古籍国际有限公司 张渊瑶先生 陈佩玉女士 与谢昭才先生 谢科玉美女士的家属 各捐一辆高顶富康八市 26日上午联合启用 希望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企业团体 及善心人士响应 以满足县内生长朋友的需求 借此疫情可以说 可外为我们彰化 在地的一个社会资源 也是一个把一个社会网络 花片到极限 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 社会团体连结在一起 我们有三位市民 捐布了三台高顶的 一个富康八市 我们庄华团现在有 七十五台富康八市 所以我们身上朋友 及需要轮椅推拿的长辈呢 是非常的有帮助 非常感谢 那我们张画县政府 从去年开始呢 我们也采取一站式的服务 你卡一台电话呢 我们市区就可以马上帮你分配 做很好的服务 本次捐赠者都是曾居住在张画 或是到外地发展事业有成后 回馈张画的乡亲 也有以爸妈名义 捐赠做纪念 他们希望将这份父母照顾子女的爱 借由这辆车子 散播给其他需要的民众 现场也表扬 或家属来涵 肯定的优良驾驶杨秉荣 代表张画县有六万多位身上者 跟这些热心公益的 我们的乡亲自线 虽然他们都很低调 没有到现场 但是他们的爱心 会一直一直不断的 散播在我们张画这个地方 县府感谢企业团体 善心人士捐赠 及富康八市服务团队的用心 呼吁民众 如有使用需求 可打富康八市 营运中心预约专线 零四8830330 无障碍计程车预约专线 台湾大车队55688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公益频道林俊明 张画采访报导